好 欢迎回来 那么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关于拼音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相信大家也非常的了解 可能甚至有些同学会说 小达老师你怎么会感觉给小孩一年级的同学讲课一样 把它从头到尾讲一遍呢 我们要知道这块内容既然是基础 并且是我们学习汉字学习语文的一个最基础的部分 我们当然要全面的进行一个整理 并且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阶段 就是小生书的全面梳理工作 所以这部分的内容当然不能落下了 而且大家已经看到了 名校集训的这种真题也出现了拼音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起重视 OK 我们来看一下 在每组音节中找出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刚才讲过的整体认读音节 合起哪两个是并非的 二拼音节 两拼音节和三拼音节 那么在下面画上这个小横线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中 哪个是 四 四无忌惮的 四 对吧 四这个是还有吗 好像没有了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智 这个好像是 对不对 智 长了一颗智 那个智 还有吗 好像没有了 对吧 三 仔细看一下三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 好像有一个小老老师已经看到了 是什么 阅 音乐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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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说整个这个题型 以及基本的知识 大家是需要牢靠的掌握一下的 好我们再来一道 看一下 类型拼音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是基础中的基础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 下面音节拼写规则 完全正确的一组式 好我们看一下 A 关切引诱和杰出 那么我们主要是看拼音 对不对 关切有问题吗 好像没有 引诱 哎呦这个是把两个韵母 放在了一起 这OK吗 好像不行对不对 连生母都没有了 我们说只有一个 零生母的现象是什么字 安全的安 它没有生母 那么这里的一 它是充当韵母 不能用作生母的 所以应该是一欧就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有错误 嗯 杰出没有问题 阻挠 A 阻挠 还是阻挠 是不是有问题了 阻挠 三声 这是音调上的错误 声调的错误 这个地方是拼写的 这个生母运用的错误 防爱 没有问题 打 脚 打 脚 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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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 卓 卓 对不对 妈妈 你看在这里 有这个轻声的这个读法 偶尔名胜 决定的 决 你看到这个是不是就不太对劲了 好像不应该再两点 对吧 看到七七七 它的两点是要省去的 所以这点要注意到 那么下面这个卓越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应该选择 C再来读一遍 咨询 卓越 妈妈 妈妈 OK 没有问题 再把错的 在你的这个错题本上 可以积累一下 对吧 引诱 阻挠 决定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要生母育母的搭配 身教要准确 特殊拼音要牢记 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决定的决 月亮的月 对吧 我们刚才都见到过了 好 来看进入汉字篇 我们将讲到这个汉字的来历 汉字的笔画 以及查字法 我们说用词点 词点查字 以及形声字 同音字 行进字 和多音字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我们看到了archive图 大家可能看不懂这种动画是什么 对不对 是苍结 我们说经常会有这个传说 以及我们的一些非常古老的文件中 记载的是苍结作为最早创造汉字的人 我们经常说它是始作书器 以代结绳 结绳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古代人是用结绳的方式 打个结的方式来进行记录 特别是数字数量的记录 比如说今天我打猎 那么打了一头牛 在这绑个结 对不对 它就表示一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那么在此之前呢 人们结绳记事 也就是说每个大事 打一个结 打一个大结 一个小事 打一个小结 那么相连的事 打一个连环结 后来又发展到 用刀子在木竹上 刻意符号 作为记事 那么如果大家能看到一些 比较先情的 我们包括这个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时候 正好跟我们这个炎皇五帝 可能对应上的这个时期 那么他们在这个陶瓷上 或者在一些这个器物上 所进行的这种刻画符号 有可能就是我们当时 最早的文字记录 那么这个是比我们所说的 象形文字更加原始的一种文字 那么当然 我们可能对他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那么很多已经是 可能是很难去考究的一个事实了 那么 随着历史的发展 那么文明 文明演进 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 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了 对不对 有可能 大事 他也分比较大的事 跟记事有关系的 比较大事中比较小的事 对不对 比如说皇帝 怎么怎么样 他的孩子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名物繁多 用节省和这个刻画的方法呢 远不能适应需求 所以这就有创造文字的这样一个迫切要求 那么皇帝时 是上古发明创造最多的时期 他们创造了什么 不仅发明了养残 还发明了船 船 对不对 最早的船 车 工弩 工弩 镜子和煮饭用的这种锅和增 对不对 那时候都是用陶土做制成的 好 在这些发明创造影响下 苍结也决心要创造出一种文字来 那么具体苍结造字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在他的家乡山西白水 建造了苍结尿 为他塑造 并把传说 是他所写的字迹 刻归保存 奉作神明 苍结造字 固然只是传说 而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 原始社会惋惜的延化符号 潮气刻画符号 以及八卦符号 都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又人气 考古发现证明 汉字是先名根据自然事物 人类自身 与其生活用具等各种形象 加以再过归纳 而创造并确认的 可以说 汉字从一代生开始 便是自然物相 与人类思维相结合的产物 体现了先名 观察 体验 和模拟事物特征的才能